郑洁犯下如此大案 不止同学早就有警觉了 东海大学事前也有接获通报 只不过校方现在被指反应慢半拍 东海的教授王从明 他就在脸书上表示 社会学校过于冷漠 才会酿成这样的悲剧 他建议东海应该要停招一年 而东海校方呢 也对学生发表了公开信 表达郑洁是他们的家人 要用爱来包容过错 东海大学官网上放上祈祷文的影音 祈祷墙上满是学生的祈祷字条 校内气氛低迷 老师学生私下议论纷纷 甚至有教授建议 东海大学干脆停招一年 通识教育中心的王姓教授 在脸书上发表 我真的觉得东海应该停招一年 让整个台湾教育好好反思 这件事不是个人权益的问题 而是整体台湾社会作为人类的善良问题 是教育非常根本的问题 联书上百人按赞引发讨论 站在一个学校立场考量 当然是不太适合 会对学生有帮助的是不是 你说多少了一点点吧 个人老师的意见 他有他的想法 我们不评论 意见四面八方而来 四月份接获逆爆 东海校方也被指称 错失了制止政洁的先机 学生在学校表现都很正常 一个很正常的学生 我们不可能去抓他来说 你怎么会这样 那是事后诸葛 东海大学发出公开信 将郑洁视为家人 信中表示 郑洁不仅是一位去年暑假 转入的大二学生 东海的每一个人 都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爱着他们 却也不够爱他们 遗憾郑洁错误的行为 更对社会深感不安 及对无辜受害人与家属 表达了慰问之意 希望所有人都能成为 身边朋友的天使 文中展现了包容与反思 记者吴喜斌增心中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